欢迎你们来到记者学院的逻辑课程 今天是我们逻辑课程的第十节 二十三种常见谬论之十二至二十三的练习 我们今天会为大家的复习和练习十二种谬论 第一个谬论就是绝对主义谬论 第三是七题循环论证谬论 第十四是一词多益模棱两可谬论 第十五以偏概全清率概括谬论 第十六合成谬论 第十七分解分格谬论 第十八运赐彩票谬论 第十九诉诸不适当权威谬论 二十红碑鱼转移话题谬论 二十一扮演上帝谬论 二十二推理失效谬论 二十三罗洞门著谬论 总共有十二个谬论 好我们先复习六个谬论 然后做练习 我们先来看第十二种绝对主义谬论的定义 我们对有例外的规则不允许有例外的情形出现 这一偶利意外谬论相似的 偶利谬论是基于某个通责的存在 而否定例外的存在或震荡性 即不差弹的以一个普遍原则来解释一个特殊事例 第十三种谬论是七题循环论证谬论 我们把试图要证明的结论作为论证的前提 结论是以被陈述或假设的前提 一词多余谬论 叫模灵两可谬论 是我们会在辩论或论剧中改变一个词的意识 第十五种谬论 以偏概全轻塞概括谬论 我们不合理的从一个非典型样本中得出结论 它们是许多刻板印象固执成见的来源 第十六合成谬论 我们从事物一部分的性质推导出不正确 站不住脚的整体性质 第十七分解分格谬论 我们从一个整体的性质推断出站不住脚 不合理的组成部分的性质 分解谬论可看成是合成谬论的反面 合成谬论是从组成部分向上引申到整体 而分解谬论是从整体向下推广到组成部分 好 我们下面已经为大家复习了第十二种到十七种谬论的定义 上面呢我们来做一个组成谬论 我们呢会为大家出题 然后请大家呢说出例子所熟一的一个谬论类型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 上帝存在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 圣经是正确的 因为他是上帝的话语 请同学们呢说出 这个例子是属于哪一种谬论 东神师兄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循环论证那个 好 东神师兄说是循环论证 爱师兄呢 可能姚师兄说的对 好 那么我们看看 对了 是七题循环论证谬论 大家看看 结论 那个前提 前提 结论 他们是循环的 好 我们再看第二题 玛丽相信努力工作 能带来繁荣 因此她认为非洲的饥饿儿童 根本不努力工作 不能够把特利 那个叫什么 是不是绝对主义谬论呢 对应该是 好 谢谢 爱师兄呢 绝对吧 好 Tammy师兄呢 对 好 好 我们看看 对了 是绝对主义谬论 绝对主义谬论呢 是 不允许有特例发生的 但其实呢 在非洲啊 饥饿儿童的出现呢 就是因为真的有 特殊的原因 其实口味非洲特殊的原因 就是 非洲的政府 他们 贪污吧 嗯 因为非洲就是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没有 就是国家没有独立自主权 老是受到外政的干扰 对 就是说即使你 努力工作也不能改变那个饥饿的情况 就是比如说战乱国家 他想努力工作 他也没工作给他找啊 没有工作让他可以去干的 嗯 对 谢谢师兄的补充 好 我们现在看下一题 假 小明晚到很晚才回家 把妈妈疾疯了 也就是说 疯疾应该送去精神病院 所以我们应该把小明妈妈送去精神病院 一迟多益 一迟多益 天明师中的答案 对对对 是一迟多益 一迟多益 然后玛利尔师中呢 一迟多益 好 我们看看 对了 是一迟多益谬论 就是大家对这个疯的那个理解跟定义不一样 第一个呢是直疯了 就是交集啊 但是第二个 就把疯了 理解为有精神病了 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每个人总是自私的 因为人类肯定是自私的 以偏盖拳的 益师中的答案是以偏盖拳 六论 其他同学呢 对的对的 以偏盖拳 天明师中呢 这个多益 循环的 循环 认证 好 我总的有没有 好 好 好 分解 分解 分解谬论是吧 好 好 黄世忠说是分解谬论 好 我们看看 是七零循环论证谬论 大家可以看到了 因为这里呢提到 是每个人 这里呢是人类 但是呢 他们的这个 结论呢 跟前提 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自私的 总是肯定是 都是在认证 一个人类里面 那个元素啊 都是 有同一个 那个不信 就是自私 把那个结论了 当成是一个 前提 假设 我们再看 下一题 我认识的 家人和朋友中 所有抽烟的人 都没有得肺癌 因此 抽烟不会导致肺癌 部分论帐 部分是吧 是不是以偏概全啊 对对对 好 其他同学呢 我同意 天理师同也说是以偏概全 谬论 我也同意 好 我们看看答 对了 是以偏概全 轻率概括谬论 因为呢 这里就大家看到了 家人和朋友呢 是一个很小范围的样本 而呢 那个 就是抽烟啊 抽烟 不会导致肺癌的 这个结论呢 是针对 所有的人的 而这个前提呢 所说的呢 所谓所有的人呢 仅仅是指他所 我所认识的家人和朋友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一个是权 一个是偏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条题 因为老师认为啊 学生永远不应该迟到 所以啊 他开除了一个迟到的学生 而不问他为什么迟到 这是什么谬论呢 他没有问到理由 所以他应该是绝对的 哦 天米师兄说是绝对主义谬论 知道 对的 东生师兄也同意 同意 同意 好 我们看看他 对了 是绝对主义谬论 这位老师的观点就是一个绝对主义了 其实呢 学生 有时候迟到呢 是有特殊的一个原因 和理由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原生态的食物是比较健康的 因为他是自然的 对主义谬论 对主义谬论 也是比较接近的 对 他因为有下一句 这是纯环妙论 哦 是 好 谢谢教授的指出 好 我们再看下一题 大家要看看了哈 这条题是比较典型的 一台电脑是由一位聪明的设计师所创造的 大脑啊 是一台电脑 因此他也 由 一位聪明的设计师所创造 我们要聚到 前一句话的电脑 跟后一句话的这个电脑 他们的含义 一时多余 一时多余 是吧 艾师兄你说是一时多余 好 天米师兄呢 一时多余 东森师兄呢 对对对 一时多余 好 这是一时多余谬论 大家看到了 第一句话的一台电脑啊 就是我们平常用使用的计算机的那个含义了 当第二句话呢 大脑是一台电脑 他只是一个比喻啊 他就大脑的功能好像一个电脑系统 但并不等于是一台电脑 大家要注意到 好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水 H2O是吸的 所以啊 氢气 H2 氧气 O2都是吸的 大家呢 要注意这个分子吸的构成 天米师兄 可以将个H2O切开两个 那就是分解哦 好 是分解谬论 然后 东森师兄呢 对分解分解 天米姐说对了 好 我们看看答案 对了 是分解分割谬论 因为呢 这个 大家看到了 水的分解是这样的吗 而且我们也知道啊 氢气跟氧气一燃烧了 他就会合成水的 然后他就推出啊 他的水的组成部分 氢气跟氧气的都是吸的 这是错误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题 这群天鹅是白色的 这片地区的天鹅 也是白色的 因此 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 这个例子啊 经常会被运用在 那个三半论的 那个推理中 作为一个例子 那么大家看看 什么谬论 或者你认为他正不正确 因为呢 这样的推理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是很习惯的 而且呢 也认为他正确的 所以呢 大家先看看 他是不是谬论 如果是的话 是什么谬论 以偏概全 同意 同意 天鹅说也是 爱思松呢 以偏概全同意 好 我们看看答案 对了 是以偏概全 清晒概括谬论 这个也是一个叫做 归纳推理中的一种情形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宇宙中 每样东西都是有起因的 因此啊 整个宇宙也是有起因的 合成嘛 爱思松说是合成谬论 天米思松 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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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了 爱思松是合成谬论了 那爱思松你就可以看到了 因为宇宙是包含宇宙的每样东西 而且我们看到了每个东西呢 都是起因的 但我们是从部分的性质呢 马上推断出整个宇宙是有起因的 那大家这里要注意哈 我们不是探讨啊 这个结论对不对哦 不是探讨整个宇宙 是不是有起因 一定要注意 因为呢 大家说哎 有可能是有的 比如说自从宇宙大爆炸或者怎么样 我们是探讨 他的这个认证的方式 所以他这里的是犯了合成谬论的错误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这支交响乐团是非常出色的 因此啊 交响乐团里的每位乐师都非常出色 爱思松 这是什么谬论呢 还是合成谬论呢 还是合成谬论呢 合成谬论 Temmy 师宗呢 这个是由一个团体一个大的去到每一个 所以应该是分解 Temmy 师宗说是分解谬论 东森 师宗呢 分解分解 好 那么爱松说是合成谬论 Temmy 师宗跟东森 师宗说是分解谬论 刚好呢 两个谬论是相仿的 那个分解是说的整体向下推到整体吧 刚才你解释的是吧 分解呢是由整体的性质推出它组成部分的性质 而合成谬论呢是由组成部分的性质推出整体的性质 那么我们这里要看看整体是什么组成部分是什么 整体是这样那他们整体是交响入谈嘛 嗯 然后每一个认识那应该是分解 分解是吧 好 艾斯宗呢由合成谬论改为分解谬论 好 我们看看答案 对了 是分解分割谬论 因为啊 这个前提呢是一个整体性质的一个判断 而结论呢是整体里面部分的一个性质的判断 大家也要注意哈 因为呢事实上有可能交响乐团每一位乐师呢都是非常出色的 但我们这里的关注的焦点呢不是讨论 每一位乐师的是否非常出色而是讨论了他这种推理的结构 因为在我们眨想中呢这些交响乐团肯定是每一位都是非常出色 他能够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非常出色的交响乐团嘛 这是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这里呢我们不是关注这样的这个事情的 而是关注他的这个推理 好我们再看上面的例子 小明我要买鸡蛋 收货员说现在太晚了我们要关门呢 小明说真可是啊 以后鸡蛋要到其他的超市才能买到了 好东森师兄请你说是什么谬论 我还没想不到 我还没有想到 我只能拨论 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啊 好那我们看看答案哈 这个是医持多益谬论 因为呢这里呢是 我还没想到哦 我还没想到哦 好那我们看看答案哈 这个是医持多益谬论 因为呢这里呢是 关门这个词的理解了 这个要在我们中文语境中理解 我得又散文了 就是要关门 其实是当天营业的一个结束 萨班 并不是说要关门大吉不再开业 而小明就误认为 这个关门是要停业了 所以他说以后不能在这里买 要到其他超市才能买 就是一词多益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一词多益 他不是说必须 就是那个词要出现两次 才算一词多益 两个人对同一个词的理解不一样 他也可以是一词多益的 对 我再来一个吧 小明说 我要去佛学院 学佛 小明的妈妈就说 没可能学到佛的 佛是要来拜的 我们只能够拜佛 不能够学佛 佛是学不到的了 我们可以去拜佛 这个也是一词多益的理解 谢谢教授的例子 我们继续 这支球队里每个球员都很棒 所以这支球队很棒 合成谬论 东森师兄说是合成谬论 Tammie师兄呢 应该是 每一个造成一个球员都是合成谬论 好 我们看看他 对了是合成谬论 这里呢是 每个球员 然后呢 结论呢是一个由球员组成的球队 这是合成谬论了 好 我们继续 我曾经遇到过三个红头发的人 他们都是没礼貌的人 因此啊 所有红头发的人都是没礼貌的 以便盖全 以便盖全 好 谢谢黄师兄的答案 东森师兄 以便盖全 好 我们看看答案 对了 以便盖全 清帅概括谬论 我们再看 氢气 H2和氧气 O2都是干燥的 因此啊 水 H2O 是干燥的 是什么谬论 艾松说是合成谬论 Tammie师兄呢 合成啊 好 我们看看答案 对了 是合成谬论 因为我们看到了是 从这个水的那个组成部分的性质推到水的性质了 但这样的推理呢是不正确的 好 我们再看 汽车是可以跑动的 所以组成汽车的每个零件都是可以跑动的 嗯 分解 容易 赞同 好 这里呢 大家都达成一致了 对了 分解分割谬论了 那我们看到好几个例子都是分解分割跟组合成谬论 也说明啊 这个谬论呢 是我们很容易犯的 所以呢 通过这几个例子啊 让大家扎深印象呢 我们不能了很轻易的把整体的性质推到组成部分的性质也不能很轻易的从组成部分的性质推到整体的性质 好 我们再看 就是上面六种谬论 我们再来做一个复习和练习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很专心的看定义了哈 我们等会不会重复了 第十八 运气彩票谬论 我们认为某件事情X的发生是被设计或注定的 因为X看上去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 第十九 诉诸不是但权威谬论 我们通过求助于不可靠不合适的 或被其他权威人士所反对的权威专家来支持一个结论 二十 红飞鱼转移话题谬论 我们改变主题论题话题 或者给出一个毫不相关的回应 来使人分心 转移注意力 二十一 扮演上帝谬论 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干涉事件的自然发展过程 否则就是在扮演着上帝的角色 第二十二 推理实效谬论 意味着该结论不合逻辑 这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述这该结论是靠不住的 或者呢 结论从证据或前提是推不出来的 第二十三也是最后一种谬论了 是罗洞门注谬论 是驳回某一特定主张所提出的证据 并要求对方提供其他的通常更大的证据 这是说在对方进球后 穷门注了会被罗洞里排除进球 这样改变比赛关系的问题是 比赛结果的意义也会改变 就是说对方已经提出有利的证据了 但是呢 还是不接受并拒绝 而且呢 还要求对方提供其他的论据 但是呢 对方又提出 正确的论据之后呢 还是不接受 这就是罗洞门注了 谬论了 好 我们看看 那个例子 我去伦敦旅行时 在大街上遇到了朋友小陈 我想他肯定是知道我的行程 并跟着我过来的 这种情形呢 我们也经常发生 这是什么谬论呢 设计注定的谬论 设定注定 就是硬气彩票谬论 是不是 黄师兄 对 我同意 同意 我们看看 对了 是硬气彩票谬论 的确呢 这个 在外国遇到这些朋友的发生的这个可能性和概率是非常低的 但这不等同于说这个被设计啊或者注定的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你应该服用这些维生素 因为一位电影明星说他们是最好的 这是什么谬论呢 是不是有个上帝啊 哈哈 扮演上帝啊 不识当权威 东生师兄说是扮演上帝谬论 黄生说是 宿诸不识当权威 是不是 对 爱师兄呢 宿诸不识当权威 好 我们看看 对了 是宿诸不识当权威谬论 东生师兄说的那个扮演上帝谬论呢 他是另外的一个意思了 等会我们有例子 我们再看看 我认为老张啊 彩票中奖一定是他作弊了 因为中奖的机率是 二千万分之一 运气彩票谬论 是的 好 我们看看他 对了 是运气彩票谬论 因为我们这里的历史很明显 有彩票了 有概率了 因为我们的谬论啊 的那个名称啊 已经暗含一些 他的一个谬论的特征啊 大家呢 可以通过理解他那个名称 来帮助第一啊 好 我们再看下面例子 添加了佛 的这个寄来水是可以直接引用的 因为市政厅的公共卫生负责人是这样说的 不恰当权威 黄师兄说是诉诸不适当权威谬论 同意 同意同意 好 我们看看 对了是诉诸不适当权威谬论 我们再看下面的例子 人们通常喜欢在海滩上散步 海滩上有沙子 因此在家里有个沙地板是个好主意 偷换概念 偷换概念 就是一词多一吗 对对对 一词多一谬论 是哪个词 海滩的意思 大滩的沙跟家里面的沙怎么同 海滩的沙跟家里的沙都是沙 但这里的概念 如果仅仅是沙的话 它没有偷换概念 只不过就是沙 它泛制的这个环境不一样 要注意到这个 那就是选顾论真 选顾论真 就是结论跟前提是一样的 Tammy师兄呢 他说那些人喜欢去沙滩 那你又要摆一些沙在家里 但是这个是不合逻辑的 所以就是推理失效 好 这是推理失效的谬论 大师兄呢 我也是在推理失效和那个转移话题这两里在纠结 转移话题 就是那个红飞鱼了 他没有转移哦 因为我还在讲那些沙 对 而且这里 师兄还有一个转移话题 它是一个不同的主题 虽然你感觉到海滩的沙是一个主题 沙地板是一个主题 但其实它那个内容不能这样说 他就推理失效了 中生师兄同意吗 同意同意 好 好我们看看答案 对了 是推理失效谬论 就是说我们不能做这种简单的一个叫锐推或者类比啊 因为沙滩的沙 它的一个感受是因为是沙滩海滩这个环境 而再把它放到家里的地板上呢 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好 天米师兄呢 同意 东生师兄呢 同意 我们看看答案 对了 是洪飞宜转移话题谬论 因为洪飞宜呢 它是有个故事在里面 大家的理解了就可能要知道那个故事 但转移话题呢 这个说明的就比较清晰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以呢就是转移了话题 没有讨论 他的自己的这个行为是否道德或者不道德 而说转移到了其他人的行为 这就是转移话题了 我们不应该使安乐史和克隆合法化 因为这等同于允许医生扮演上帝 扮演上帝 同意同意 同意 好 我们看看 对了 是扮演上帝谬论 因为这里有很明显了 这有这个词 我们再看上面例子 说这家学校办的好 他的学生在标准跨考试 情商表现和被 律取入读最好大学 这几个方面得分比较高 我们应该支持这家学校 你都说了 我认为教育应该教会人们在本质上热爱学习 黄师忠说是鸿飞于谬论 对不对 对 这是转移话题谬论 天明师说吗 我同意 两个人说的意思跟主题不一样 好 是鸿飞于谬论 同意 东生是说也是鸿飞于转移话题谬论 好我们看看 对了是鸿飞于转移话题谬论 以了没有跟着假所说的那个主题继续去讨论 而转换成另一个论点 这是已经是转移话题了 好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巴迪汉堡是镇上最美味的食物 巴迪汉堡被当地报纸评为汉堡第一 因此巴迪汉堡的老板菲尔应该去竞选美国总统 天明师说这是什么谬论 推出来的理由是错的 所以应该推理失效 推理失效谬论 同意 好 我们看看 答 对了是推理失效谬论 这个明显的这个推理不正确 当然了推理失效谬论 其实它是一大类的一个谬论类型来的 只要我们认为它这个推理就是结论 不能从那个论据正确推理出来 都有可能放推理失效谬论 但是有些情形是很具体的一个谬论 我们就不能把它简单的说是推理失效了 好 我们再看下面例子 精神病学式垃圾因为意味国家总理这么说 诉诸不适当权威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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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看答案是 对了是诉诸不适当权威谬论 当然了国家总理是一个威信很高 他的判断力应该也是很强 但在讨论这个专业的学科方面呢 他不一定是适当的权威和专家 所以呢 这里呢 他就犯了诉诸不适当权威没有论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假 顺势疗法有效 给我看一个 研究 证明 它是无效的 也就说 好的 这是一项 酸芒安慰剂对照的研究 表明它不起作用 假就说 好吧 但那是一项研究 这并不能证明什么 假呢 就提出这个观点 然后要求呢 以呢 给出一个反对啊 反驳 这个论点的一个论据 而以呢 就提供了这个论据 罗洞门谬论 好 艾斯松的答案是 罗洞门柱谬论 注意 好 我们看看 对了 是罗洞门柱谬论 大家要注意到 凡是这样的谬论 一般呢 它是有对话的 就是 双方呢 就是 就着这个论据啊 在争论的 就是说 你啊 已经提供了一个 很有科学 而且很有效的一个论据了 也是反对这个论点的 但是又假呢 是不接受的 而且呢 还有可能要求了提供更多的那个论据 但是呢 无论你提供什么样的论据呢 正确的论据呢 它都不接受 这就是罗洞门柱谬论 好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有神论者 必须有一个上帝或某种超越性的东西 因为所有的神秘体验都有一个共同的夸文化核心 而不可知论者或者无神论者就回应说 我只是认为宗教人士是伟善者 宗教必大一立 这是什么谬论 AmA acompañ ste me 聊 他们说的事都不同的 所以应该表现主理话题 转于话题谬论 安一直暑 现在 사람들이调整验人 红飞语 我们看看 对了 是红飞语 转于话题谬论 因为有神论者就很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但是呢 这个 无神论诀他没有讨论这个论点的对或者错 而只是提出自己的另外一个问题出来 这已经是转移话题谬论了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不要干涉比如事故灾难或者罪恶事件等 你不是上帝 这个是什么谬论 扮演上帝 同意 我们看看 对了扮演上帝谬论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复杂一点的例子 大家要专心了 假如说如果净化是真的 那就给我举一个净化的例子 当然可以看看抗细菌的抗生素的出现 当使用抗生素时大多数细菌对抗生素敏感 但有一小群对抗生素不敏感 因为没有生存竞争的压力而存活上来 剩下来的上一代的细菌呢 全部都是对抗生素不敏感 这就是净化了 就举出一个例子了 咋就说不那不算数 给我看一个长期发生的例子 罗动门座 罗动门座 同意 好我们看看他 罗动门座谬论 对了 好 这里呢 十二种谬论的内容和例子 就为大家的复习了 而且做了练习 大家也看到了 在后面呢 大家打起来又快又准确 也说明了 我们仿佛练习多次之后呢 对这些谬论呢 就掌握了 就很熟悉了 好 在这里呢 我们二十三种谬论的 复习跟练习就结束了 教授有没有一个补充或者建议 我们再举两个例子 大家重新追击吧 好 第一个例子就是 有他病吧 肖肖越像好的 扮演少利 扮演上帝没有论 好 是人活在里面所谓的 不要 这个都是因缘所造成的果的啦 不要去干扰他啦 动神失踪呢 可以 太生了 同意同意 不干扯嘛 我觉得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 不单单是上帝啦 所有的文化里面都有这个必病的 对 那下一个例子啦 下一个例子就是 哎呀 小明跟那个 那个 住宿 他两个小童 这时候是同学 二十一年都没见过了 后来 竟然在非洲 同一个 十三四一年 通道了 现在他们结婚了 这个真是 恩怨天注定 嗯 首先我们判断是不是谬论 如果是谬论是哪一种谬论 彩票谬论 彩票谬论 那就是彩票吧 都万分之一 同意 我也同意 好 教授是不是 非常好 好 谢谢教授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